今天来教大家学习这款苍蓝花贝蕾帽的勾制方法 我们把线头拿过来像这样子扯一段线 然后直接用小手指压住线头的位置 挂在食指上 在中指上像这样子绕圈 绕好圈之后呢 捏住交叉点的位置 勾针插入线圈 勾食指上挑起来的这根线 直接这样子给它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 我们勾针直接绕食指上的线去勾一个锁针 锁针勾好之后 线圈已经固定住 那么把线圈脱线 然后轻轻往上拉长线圈 拉长的这个线圈的长度 不要超过两厘米 不能这样子太长 直接稍微短一点 不要超过两厘米就行 接下来我们勾针 直接插入其针的圈内 插针绕线 直接给它往上勾过来 这时候针上是两个线圈 这两个线圈的长度 基本上要保持一致 接下来勾针绕线 插入线圈 绕线再次给它勾过来 这时候针上是有四个线圈 我们要捏住 左侧这根线给它捏住 捏一下 然后再勾针去绕线 勾过针上这四个线圈 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呢 捏住的这个位置给它插针 这个位置插针绕线 勾过来 针上是两个线圈的时候 用前面这个线圈勾过 后面这个线圈 这个是起立针 起立第一针我们就勾好了 勾完之后呢 再勾一个锁针 勾针上这样子绕线 勾一个锁针 然后轻轻往上拉长 每次拉长的这根线的长度 尽量保持一致 接着插针在引拔针的这个后面 在这一针 这个是锁针 这个是引拔针 引拔针的后方插针 绕线往上给它勾过来 好 针上是两个线圈的时候 勾针先绕线 再插针 绕线往上给它勾过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在 起针的圈内去插针 先绕线 再插入起针的圈内 插针绕线往上勾过来 勾过来的这个长度 不能这样子带的太长 短一点 跟这边的长度要保持一致 这样子 这时候勾针是斜的 不是这样子平的 是斜一点 然后勾针绕线 继续插针 绕线往上给它勾过来 当针上是有八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捏住最左侧的这个线 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 这八个线圈 直接给它勾过来 然后捏住的这根线 挂在勾针上 勾针绕线 给它勾过来 当针上是两个线圈的时候 用前面这个线圈 穿过后面这个线圈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再勾一个锁针 这一针是我们勾好的第一针 大家在勾的过程中 勾好的第一针 可以找个记号扣 给它去标记一下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奇力针和第一针交接的位置 给它放上记号扣 标记好 接下来我们直接往上拉长 每当你勾完一个花瓣之后 直接往上先拉长线 然后再插针绕线 勾上来 当针上是两个线圈之后 再去勾的时候 必须这样子先绕线 再插针绕线往上勾过来 针上是刺个线圈的时候 勾针绕线 插针 绕线 给它勾过来 插入奇针的这个圈内 这里勾法跟前面之里勾法是一样的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 好 这时候针上又是八个线圈 我们捏住左侧这根线 每次收针的时候 都需要先把左侧这根线 给它用拇指压一下 然后再勾针绕线 勾的时候 这个钩子不要这样子平着去带线 钩子朝下去带线的时候 比较轻松的穿过针上 这所有的线圈 这样子轻松穿过来 然后插针插这个位置 插针插拇指捏住的这个位置 插针绕线勾过来 然后用前面这个线圈 穿过后面这个线圈 勾的是引拔针 勾完引拔针之后 再勾一个锁针 好 这个就是我们起针 起好的第二针 勾制方法 第一针第二针勾法一样 大家按照前面这两针的勾制方法 把三四两针也给它勾出来 自己完成 这个位置 一二三四 我们起针已经起好了四针 如果说这个圈比较大的时候 不是很好勾 大家轻轻拽这个起针的线头 把这个起针这个圈 缩小一点就行 然后接下来开始勾手位连接 当我们勾好了四针起针之后 开始去手位连接 这个是起立针不算帧数 接好后又次开始数一二三四 这个才是起针的帧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往上正常拉长线圈 跟前面的勾法是一样了 先往上拉长线圈 再插针绕线往上勾过来 当针上是两个线圈的时候 接下来必须这样子 先绕线再插针勾过来 当针上是四个线圈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花瓣的线量 然后我们勾针绕线 在起针的圈内 插针绕线往上给它勾过来 再次重复操作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给它勾过来 勾的时候尽量是要保持在 1.5厘米左右 不能超过两厘米 不能起针起太长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起针的这个洞 我们可以给它拽起针的这个线头 给它拽紧一点 缩到最小 这样子速到最小 接下来我们要守卫连接 看一下 勾针直接绕线 再插针插到起针的这个 针目里面 就是放记号扣的这个位置 我们先绕线 把记号扣拿上 把记号扣拿下来 然后勾针上这样子绕线 插针绕线 给它往上勾过来 勾好的这个长度 跟这边的长度是一样的 不能太长 然后勾针绕线 继续插针绕线 再勾过来 这时候针上是有12个线圈 也就是三个花瓣的线量 1 2 3 捏住左侧这根线 勾针绕线 线圈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这个中指 放在后面作为支撑 然后拇指用这个 两个关节处 这样子去压线 然后呢 给它固定住 勾针再绕线 轻轻带过针上 这所有的线圈 给它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呢 压住的这根线 要及时的给它放在勾针上 放在勾针上 然后再勾针绕线 勾一个引拔 如果这里这一针 比较紧的话 比较松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拽直根线 给它勾紧一点 然后勾针绕线勾过来 这是我们起针的第一圈 1 2 3 4 5 6 起针勾好了6个花瓣 起针我们勾6个花瓣 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圈的勾住方法 我们勾好了这一圈 往上又勾了一个锁针 每当你起立针的时候 从第二圈往后 每一圈起针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勾帽顶 都是要勾加针 帽顶加针的话 起立针都是一样的方法 看这个位置操作 我们直接 这里是引拔针 又过了一个锁针之后呢 往上拉长 直接插针绕线 往上给它勾过来 勾针绕线 再次插针绕线 勾过来 当针上是4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捏住左侧这根线 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然后插针 插入捏起来的这根线 勾过来 当针上是两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用前面这个线圈穿过 后面这个线圈 勾一个引拔针 再勾一个锁针 第二圈的起针方法 跟接下来的 三四五六七圈的起针方法 都是一样 大家学会治理 接下来的起针方法 都按照治理的起针方法来 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勾针往上拉长 开始插针 插入起针的这个 引拔针里面 插针绕线往上勾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往上勾过来 当针上是4个线圈的时候 勾针绕线 插针在这个 在这个花心部分 我们插针绕线往上拉长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往上拉长 好 当针上是有两个 花瓣的线量的时候 接下来往后一一针 勾针绕线 插到下一个 花瓣的交织点的位置 也就是花心部分 插针绕线往上 给它勾过来 这个长度一定要去把握好 因为如果说 你在勾针的过程中 长度没有把握好的话 勾起来的花形 可能会偏大或偏小 勾起来的帽子 可能就会跟着变大或变小 一定要把这个松紧度 把握一下 好 勾完针上是三个 花瓣的线量的时候 我们捏住 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捏好之后呢 压线 就勾针插入这个线 然后勾一个引拔 再勾一个锁针 好 这样子我们可以把这个 记号扣去标一下 放在起立针和第一针 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每一圈起立针的位置 和这第一组花形 交织的位置 给它放上记号扣标记一下 然后可以轻轻的给它关上去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三个花瓣一收针 就是当针上有三个 花瓣的线量的时候 一起收针 形成这样一个花心 我们正常勾完 往上拉长线 直接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一次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 两次 对吧 针上就会有四个线圈 我们勾针绕线 插针在下一个花心位置 插针绕线 往上给它勾过来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 好 当针上有两个花瓣的线量 也就是八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压线 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 所有的线圈 捏住 压住的这根线 给它放在勾针上 勾针绕线 勾引拔 好 再勾一个锁针 我们看这一圈的 加针规律 我们三并一 是正常的 不加针不减针 那么二并一 就是加针的勾针方法 二并一 相当于我们 勾的针数变多 这个是三并一 相当于我们勾的针数 是不加不减 如果说是一个三并一 一个二并一 那么就是隔一针 加一针 这个是加针 这个是不加不减 三个花瓣一收针 四不加不减 两个花瓣一收针 四加针 这一圈都是按照 这样子的循环来勾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勾的是三并一 二并一这样循环勾 我们看一下 直接往上拉长 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 勾过针 直接这样子 勾过来之后呢 正常是四个线圈 直接插针 插这个位置 插这里 插针绕线 给它往上勾过来 勾针绕线 插针 跟它勾过来 这是两个花瓣的限量 勾针绕线 往后移 在这个花瓣的中心位置 插针绕线 勾针绕线 在这里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 好 这样子又变成了 三个花瓣的限量 一二三 我们捏线 每次勾完都要这样子 去捏线再去带 如果说你不捏线的话 直接勾过来的 这个花心会动比较大 我们一定要把这根线 给它先压一下 再勾针再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压住了这根线圈 再给它穿针 然后引拔 这样子勾过来的 这个花心 是不会太大的 比较好看一些 然后勾一个锁针 好 这样子去看的话 三并一勾一次 二并一勾一次 三并一勾一次 接下来就是二并一 再去勾一次 往上拉长 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一次 插针绕线 勾过来两次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 勾过来一次 插针绕线 勾过来两次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二并一了 两个花败一勾针 就是二并一 压住勾针上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插针勾引拔 再勾锁针 这一圈就是 按照这样子的循环去看 起立针不用管 每一圈都是有 这样一个起立针的 先不要看它 接下来看这里 一二三 交织在一个花心位置 那这一个就是 另一个花心位置的连接 对吧 一二三 三并一 一二 然后这个位置是二并一 然后再一二三 三并一 一二 二并一 这一圈都是 三并一 二并一 三并一 二并一 三并一 二并一 勾到结束 总共我们是勾六次 也就是加针加六次 二并一勾了六次 就是加了六针 这一圈 勾完之后会有十二针 大家先把这一圈 给它勾到结束 这个位置 自己完成 像这个位置呢 我们已经把第二圈 勾到最后结束这里了 最后还剩下一针 这个位置是最后 这一针的位置 形成这样一个 U型的缺口 那么我们看一下 手位连接的方法 每一圈 手位连接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勾 就是二三四五六七 这几圈 手位连接方法 是一样的 我们往上拉长 插针绕线 给它往上勾过来 把这个啊 最后这一针的 三个花瓣一收针 先给它勾完 插针 这里插针绕线 最后也是三个花瓣一收针 好 勾完之后 针上会有三个花瓣的限量 接下来看一下 插针手位连接 必须要插在 起针的这个位置 这一圈的起针的位置 就是接号扣标记的位置 我们先把接号扣 给它拿下来 然后勾针上 先绕线 然后再插入 刚刚放接号扣的位置 插针 绕线 给它往上勾过来 这个长度呢 我们尽量跟这边的长度 是一样的 这样子勾过来 用这个右手的中指 把这个线圈 给它往右边拉 给它压住 然后呢 勾针绕线 然后再这样子 给它压住 固定好长度之后呢 压住 然后再去插针 绕线 往上给它拉过来 这样子 这个线圈的长度 比较好固定 好 勾过来之后呢 最后结束是 四个滑板一束针 一二三四 我们一样的方法 先把左侧这根线 给它压一下 拇指压住 勾针 绕线 勾字朝下 轻轻去带啊 不要歪了 把这个线圈上面 给它一起带过去 那么我们直接勾字 朝下轻轻去带 比较好带一点 直接给它带过来 然后捏住的这根线 给它挂在勾针上 插针绕线 勾一个引发 再勾一个锁针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第二圈的勾置方法 勾好第二圈之后呢 大家可以找个记号扣 把这个第一圈 中心花心部分 放上记号扣去标记 然后从花心部分插针 大家自己标记的 一定要是给它分清楚 然后把这个记号扣标记上去 那么这边呢 这个就是花心部分 这个位置是几个花瓣的交织口 这个是花心位置 给它标记一下 这个是我们最中心的位置 第一圈 我们数圈数的话 是数这个啊 这个是第一圈 数这根线 你给它找到这根线之后呢 往上平行过去 这个就是第二圈 数这个花瓣 边缘的花瓣这个位置 这是第二圈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三圈的勾置方法 第三圈是隔二加一 隔二加一的话 就是先勾两个三并一 再勾一个二并一 刚刚上一圈讲过啊 二并一属于加针 三并一属于隔的帧数 隔几个三并一 就是先勾几个三并一啊 花形出来 我们看一下勾置方法 往上拉长 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 勾针绕线 插针每一圈 起立针啊 都是一样的 先给它勾过来 帽底的起立针 都是一样的方法 勾过来 先去起立一针 然后往上拉长 插针 绕线往上勾过来 好 勾针绕线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插针 起立针的这个 针目里面 插针绕线往上勾 好 这个是两个花瓣的限量的 对吧 勾针绕线 在这个位置 插针绕线 勾过针上 所有的线圈 这个就是三并一 也就是已经隔了一针 我们勾好了 然后接下来 再重复一次 三并一的勾置方法 这一圈是隔二加一 就是隔两个三并一针 然后再去勾一个二并一 二并一属于加针 然后压住 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插针勾过来 好 这是第二圈 两个三并一 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二并一 好 去给它勾过来 好 压住 勾针勾过来 好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 像这个位置 隔二加一 这个是加针 那么这个是隔了一次 隔了两次 可以直接看这上面也行 这是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个是加针 对吧 二并一是加针 三并一是隔的帧数 好 那么大家就按照 这样子的加针规律呢 把第三圈给它勾完 就是三并一勾完 三并一勾完 勾一个二并一 然后接下来又是 三并一勾完 三并一勾完 勾一个二并一 也是重复去勾 六个循环 最后收尾的方法 跟第二圈收尾方法 是一样的 四个滑板一收针 就是我们最后收针的方法 这一圈按照这样子的循环 大家自己去完成 接下来 等到第四圈的时候 是三并一勾一次 三并一勾两次 三并一勾三次 然后再去勾一个二并一 也是相当于 隔三针加一针 这里是隔了两针加一针 下一圈是隔三针加一针 再下一圈是隔四针加一针 再下一圈是隔五针加一针 再下一圈是隔六针加一针 一直我们勾到隔六加一 给它勾完 勾到结束 大家自己去把这个 帽顶加针部分给它勾完 好 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帽顶加针的针数 已经给它勾完了 也就是说 去勾隔六加一 像这个位置 怎么去看 我们看这个位置 这样去看的话 这个是不是二并一 那二并一勾完了 就是三并一勾一次 然后数花心部分也行 三并一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最后这个是四个滑板一收针 也就是第六次 我们如果说是 从这个位置看的话 看这里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是立了一针 立了一针 然后是三并一一次 三并一两次 三并一三次 三并一四次 三并一五次 三并一六次 然后这边是二并一 是一个加针 也就是隔六针 我们加了一针 接下来重复 三并一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看到没 又是一个二并一 也就又隔了一个六针 加了一针 这是二并一 然后这边 这个也是二并一 中间隔了 一二三四五六 对吧 隔了六针 我们就按照 这样子的加针规律 把这个帽子的帽顶 加到每隔六针 加一针 勾完 隔到结束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圆形帽顶直径 是有大概多大 给大家一个参考 直接这样子去量一下 大概就是说 如果大家手紧一点的话 可能有二十四 我这边是二十四点五 手松一点 可能有二十五 一般不能太大 正常的话 也就是勾完之后 穿过中心点的位置 就有二十四 看到没 从这个位置到中心 经过中心到这边 帽顶的直径 大概是二十四到二十四点五 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五厘米 这样子去勾 勾完帽顶这几圈 把帽顶这几圈 自己去完成 就是帽顶的七圈 怎么叙数圈数 我们标记了中心点的位置之后 找这里 以中心点斜上去 以这个横向为准 这是第一圈 这是第二圈 第三圈 第四圈 第五圈 第六圈 这个是第七圈 边边上这个是第七圈 接下来我们就勾 不加针不减针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直径大概有二十四厘米左右 不能比二十四厘米大太多 也不能小太多 尽量自己去把握一下 给你们一个参考 接下来我们开始去勾 帽顶的不加不减部分 帽顶不加不减 我们是勾三圈 看一下其增 其增比较特别 我们先往上拉长 直接插针绕线 这个是不变的 这个是不变的 先把第一个花瓣 给它勾完 勾针绕线 接下来直接在下一个 花心部分插针绕线 往上给它勾过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 针上是两个花瓣的 限量的时候 捏住线 捏住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然后这样子插针 绕线勾一个引拔 再勾一个锁针 这个是不加不减部分 起针的勾支方法 八九十这三圈 都是这样子去起针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开始勾 不加不减部分 不加不减就是三个花瓣 一收针 插针绕线 往上给它勾过来 一直循环三个花瓣 一收针的勾支方法 压线 这个不变 直接勾过来 这个是三个花瓣 一收针 三并一 三个花瓣并屯一针 往上拉长 插针 过程照线 插针 一直这样子 三并一 把这一圈 给它勾完 好 大家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呢 把这三圈的 不加不减 给它勾完 最后结束 也是四个花瓣一收针 跟第七圈方法是一样 就是跟前面 加针部分是一样的 最后收针 也是四个花瓣一收针 只不过 我们起针的时候 是两个花瓣并层一针 接下来都是勾三个花瓣 并层一针 直接把这三圈的 不加不减 自己给它勾完 自己完成 因为我们这底帽子 在编织的过程中 是需要三团线 如果说我们在勾织的过程中 线团一团用完了 该怎么去把线接上来 我们去看一下接线方法 其实非常的简单 直接把这个线 拿过来就行 用拇指压住 直接这样子压住 勾针正常 这样子绕线 然后正常去插针 按照我们需要勾的 针数 这样子去插针 给它带上来 这里呢是三个花瓣一束针 那么我们就正常去勾就行 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然后压住的线 插针 直接勾引拔 再勾一个锁针 接下来往上轻轻挑 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一次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两次 勾针绕线 我们在这个花心部分去插针 绕线往上勾过来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 往上勾过来 接下来就正常去勾针就行 把这两个线头 我们一边勾 一边隐藏在这个织物里面 就是勾针绕线 插针的时候 把这两个线头 放在勾针上 这样子一边勾 一边去隐藏 隐藏个几针 把多余的线头剪断就行 这样子自己去 接下来继续往后面 去勾针就可以了 这样子一边勾 一边带这个线头就行 这边不加针 不减针 我们已经勾完了三圈 这是第三圈的 最后一个花形 那么我们正常给它勾过来 最后也是四个花瓣一收针 这是我们不加针 不减针部分的第三圈 最后一针 给它四个花瓣一收针 勾完 压线 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然后插针 挑着这根线 拽紧一点 勾针绕线 勾一个引发 再勾一个锁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十一圈 减针的勾制方法 勾减针这一圈 我们需要先勾三个花瓣 作为其力针 来收针 往上拉长 插针绕线 先勾一个花瓣出来 勾针绕线 第二个花心部分插针 勾第二个花瓣出来 勾针绕线 插针 勾第三个花瓣出来 这三个花瓣 我们勾完之后呢 压线 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给它勾过来 然后压住的线 挂在勾针上 这样子勾针绕线 勾引发针 然后再勾一个锁针 那么这个是我们 简针这一圈的起力针 勾完之后 给它放上记号扣去标记好 接下来我们这一圈 简针是勾五个三并一 再勾一个四并一 我们看一下勾针方法 先勾五个三并一出来 往上拉长 三并一 好 压线 勾针绕线 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 然后插针绕线 勾一个锁针 那么这是一个三并一 按照这样子的方法 再去勾四个三并一出来 算上这里 总共是五个三并一 大家先把这五个三并一 给它勾完 这里的三并一 不用管它 只可是起针 这一圈的起针 不算在内 往后再去勾的话 是一二三四五 再勾五个三并一出来 自己完成 我们这里五个三并一 已经勾完了 看这里 一二三三并一 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五次 勾完五个三并一之后 接下来开始勾简针 简针是勾一个四并一 就是四个花瓣 一收针是简针 那么我们看一下勾出方法 直接往上拉长 把这四个花瓣 先给它勾出来 两个 然后这里插针 这是第三个花瓣 然后这边后面插针 这是第四个花瓣 好 这样子去看一下 一二三四 我们勾好了四个花瓣 然后压线 勾针绕线 直接给它勾过来 然后插针 绕线 给它勾过来 拽紧 那么这个就是四比一 是一个简针 这一圈我们按照 五个三并一 一个四并一 给它勾到结束的位置 大家自己完成 我们看一下简针这一圈 最后收针的位置 这个是四并一 剪完一针 还剩下一二三四 四个三并一 四个三并一 勾完 我们最后这里去看一下 这是最后一针 我们这边也是勾一个四并一 然后这是这一圈简针 最后一针的收尾连接方法 直接往上拉长 勾一个四并一就行 最后是以四个三并一 然后一个四并一结束 给它把最后这一个 这边是三个 对吧 这边是三个花瓣 然后我们把这个记号扣拿下来 勾针插到记号扣的位置 勾针绕线 插针绕线 给它往上勾过来 这时候针上是有四个花瓣的限量 我们直接压线 勾针绕线 戴的时候轻轻去戴 就比较容易给它带过来 像这样子带过来 然后插针绕线 把最后这一针给它勾完 拽紧一点 好 最后这个减针部分的最后一针 是以四个 四个花瓣一收针结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勾这个帽子 帽边需要先去打底一圈的短针 这一圈短针是怎么来勾的 我们直接往上拉长 勾了一个锁针 在勾锁针的这个织目里面 直接插针绕线 勾一个短针 短针勾完 接下来我们调这个花瓣上的线圈 这样子 直接调两根线 最上面的两根线 插针绕线勾短针一次 插针绕线勾短针两次 接下来是在这个花瓣的上面 这个花心部分 插针勾一个短针 然后这边这一个花瓣上 我们是勾一个短针 直接插针绕线勾过来 勾针绕线勾过针上两个线圈 这个是短针的勾法 然后花心部分插针勾短针 然后接下来呢 是字里 字的花瓣上去 插针绕线勾两个短针 然后这边花心部分插针勾一个短针 大家按照这样子的规律呢 去把这一圈的短针给它勾出来 就是我们这边勾了两个短针 花心部分勾短针 这边就勾一个 这边勾了一个 等到这边的花瓣这个位置 给它隔开来 花心部分每次都是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大家按照这样子的规律 把这一整圈的短针给它勾完 自己完成 我们把这个这一圈短针勾到最后这个位置 勾过来给它勾短针 给它勾完 我们接下来直接拉长断线就行 拉长断线 留线的话 我们需要留稍微长一点 待会儿留着用于缝合这个帽颜和帽子主体部分 直接给它拉长这样子 然后断线 大家如果说是在勾织的过程中 收尾连接看一下怎么去处理 断线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缝合针拿过来 直接这样子穿过 可以空掉这一针 从后面这一针这个位置插针 直接这样子收尾连接 拉线过来 这个是我们出现的位置 然后再插针给它插回去 好收紧 这样子收尾连接 然后把这个线头走这个位置 穿一下去固定一下 好 然后这样子固定 固定住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去数一下这个帧数 去数一下这里 12345678910 去数一下总共这一圈 我们勾好了多少个短针 自己去完成去数一下 我这边勾完短针 数出来的帧数是有90个短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勾一下这个帽子 帽颜这个位置的勾置方法 我们是要单独其锁针 去给它勾置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勾置方法 把这个线给它拿过来 然后像这样子 小手指压线挂在使指上 这样子中指和拇指捏住线头 勾针放在线的后面 像这样子绕圈 形成一个交叉 捏住交叉点的位置 勾松一点 勾着绕线勾一个锁针拽紧 那么你数出来有多少个短针 这边就勾多少个锁针 锁针的勾法就是勾着绕线 勾过来 这是一个锁针 勾着绕线勾过来 这是两个锁针 勾着绕线勾过来 这是三个锁针 四个 五个 我这边勾了90个短针 也就是需要勾这个锁针 勾90个 勾的时候可以轻轻往上带一下 勾松一点 热道的去勾松一点 比较方便下一圈去插针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把这个锁针数 给它勾完 自己完成 我这边已经勾好了90个锁针 然后我们把这个锁针 沿着这个勾着的方向 正面 就是像小辫子一样的 然后这样子给它理出来 这样子 不要打拗 拗在一起 这样子理平 找到第一针的这个位置 这样捏住 这个是正面 我们接下来插针 就直接插在 第一针这个位置 从正面去插针 这样子去插针 从第一针起针 第一针的中间位置插针 把这个有线头 这个位置给它放在右侧 这样子去放一下 调整一下 然后把这个线头 我们连接线团的这个线头 拿过来 带线 左手带线 勾针 直接勾过来 勾一个短针 可以去收紧一点 勾第一个短针的时候 收紧一点 勾针绕线 勾短针 直接勾过来 然后下一个指摸里面插针 绕线 勾短针 我们按照这样子的方法 直接转着圈去勾短针 一般我们勾五圈就可以了 如果说喜欢这个帽子 这个帽边 比较宽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勾六圈 一二三四五 我这边是勾了六圈 大家喜欢宽一点的话 就是勾六圈也可以 喜欢窄一点 勾五圈也可以 五到六圈 或者是说 觉得戴起来不是很合适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再去多勾一到两圈也可以 这个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 勾起来的这个 大家如果说手的松体 多受影响的话 你勾起来的这个圈 就是你的头围 可以先在头上去带一下 试一试这个松紧度 如果能带得下正好的话 我们就接着继续往后面去勾短针 先把它一圈短针勾完之后 再去往头上去带 这样量出来比较紧确一点 如果勾起来比较紧 大家可以多起几针 多起几针 那么我们再往这边去缝的时候 需要自己去调整一下 我们先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去勾的话 一般都是可以带到 我们55到60的成人头围上面的 因为我们勾之的植物 一般都是有弹性 大一点小一点都是可以带的 大家自己按照这样子的方法 转着圈把这六圈的短针勾完 自己完成 我们看一下这里第一圈 最后这个位置怎么连接 第一圈短针都是这样子去勾的 给它勾到结束 大家勾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线理平 不要拧在一起 一定要理平 然后插针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勾之就行 插针的时候直接是插两根线 勾短针正常去勾就可以 插针这样子 转着圈去勾 有线头的这个位置 是我们手连接 待会用这个线头部分 把这边连接一下就行 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边短针 按照这样子的方法 把它勾完六圈 大家看一下帽子帽边 这里我已经勾好了六圈 一二三四五六 起针所针不算圈数 那么我们勾到这个起针 这个线头这个位置 就算是十位连接 直接给它勾完 直接拉长 拉长之后呢 直接断线 像这个位置 直接断线就可以了 然后找一个缝合针过来 把这缝合针拿过来 我把这样子 给它穿上 所有连接也是一样的处理方法 从这一针跳过 从后面这一针位置 这样子直接去插针 然后这样子转一下 然后再穿针回来 就从线出来的位置 再插针回去 这样子去插针 调两根 两根线 然后直接这样子 收好的这根线 它跟旁边两针的大小差不多 然后这样子往下去穿一下 好 然后这边呢 就把这个线头 穿在我们 勾合的这个织物里面 穿个几针隐藏 这样子 好 把多余的线头剪掉 接下来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 起针的这个线头 我们也处理一下 把这个键拿过来 穿针 然后起针这个线头 我们也是要空掉一个 然后从这个位置 一样的处理方法 这样子 空掉一个 这样子去穿针 然后给它再穿回来 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就行 这样子 然后呢 手里连接 你可以这样子打个圈 给它把这个 这一针给它固定一下 打一个死结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 穿针 这样子去隐藏 好 这样子去隐藏 隐藏好之后 直接还是一样的方法 断线 这样子我们勾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帽子的帽边 这个是我们勾好帽边的位置 起针的这个位置是这里 这边是我们勾短针 这一边是两根线 这边起针的是单独的一根线 用这一边去缝合帽子的主体 我们把这个帽子的主体 这里拿过来 我们去看一下 如果我们想要它缝合完之后呢 这样子去翻一下 这个是朝外的 外面 这样子去翻 里外颠倒一下 这样子去翻 这个是朝内 那么我们这样子直接给它拿过来 对着这一边 去依对应去给它勾引拔针 勾到帽子的主体部分 这样子 外面和外面朝外 这个是内侧 内侧和内侧相对 这样缝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勾制方法 我们把这个线给它勾到这里 随便找一个位置 直接勾针从外 这样子去插针 把这个线给它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开始勾引拔 引拔针的勾制方法 我们看一下 直接在下一针里位置插针 这样子勾针绕线勾过来 然后接下来 一针对应着一针 去勾引拔针 插针 然后这边 帽边这个位置 挑一针 然后勾针绕线 勾过来 然后这上是两个线圈 用前面这个线圈 穿过后面的这个线圈 这个是引拔针的勾法 然后下面这一针插针 然后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挑一针过来 好 在这个位置 挑一针 一一对着缝合 勾引拔 勾引拔针 大家按照这样子的方法 把这一圈帽子的帽边 和帽声连接在一起 自己完成 连接好是这样子